今天做锅塔豆腐 好吃,营养,下饭 最主要,孩子们也喜欢 这道菜最好是用老豆腐或者北豆腐 简单的用水洗一下 然后切成片 片的厚度大概八九毫米 空盘子里倒一勺面粉 切好的豆腐蘸满面粉 豆腐表成油水分 所以很容易沾满面粉 稍微晾一会儿 这样面粉就会完全吸附在豆腐的表皮 鸡蛋打散 平米锅里放油 裹满面粉的豆腐放入蛋液中 然后将裹满蛋液的豆腐片放到油锅里煎 面粉的作用就是能够最大限度的吸附住蛋液 小火慢煎 煎的过程中记得翻面 豆腐表皮的蛋液变成焦黄色 而且有硬壳的形成 基本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来调酱汁 锅塔豆腐的灵魂 两茶匙的生抽 一茶匙的老抽 一茶匙的白糖 一茶匙的蚝油 少许的白胡椒粉 半茶匙的鸡粉 炒锅内放油 然后放一点皮鲜豆瓣酱 皮鲜豆瓣酱不辣 主要是用来增色和调味 但是它很咸 所以记得不要放太多 炒出红油 就可以放洋葱和蒜粒 洋葱非常有营养 而且好存放 所以我经常会用洋葱 来代替葱来爆香 洋葱炒香 断生以后 就可以放入刚才调好的酱汁 酱汁里边有水 微微开的时候 就可以倒入刚才煎好的豆腐 微微翻炒 让豆腐的每一面都沾满酱汁 豆腐表皮的蛋液 很容易会挂满酱汁 这个时候也可以放入青椒片和胡萝卜片增色 最后一步倒入水淀粉收汁就可以了 这是一款代替肉 而且营养又健康的菜 最后一步就会放入青椒片和胡萝卜片 最后一步就会放入青椒片和胡萝卜片